再来带您看这个画面 有时候大家去国家公园观光 难免会碰到野生动物来找上你 有一个澳洲家庭他们分享 他们前一段时间去澳洲租车 去斯里兰卡南部的国家公园玩 就碰到这个惊险状况 大象拦他们的路 您可以透过这画面发现到 这大象都已经把他的鼻子伸到车子里头了 一直在到处捞一直在到处闻 因为他闻到了食物的味道 那其实当下是非常危险的 因为大象的重量非常重 这家人他们也没有办法离开 当时这个开车的驾驶就建议这个家庭 赶快把车上这有味道的食物丢到车外去 果然他一丢成功的把大象的注意力吸引开来 他们也赶快加速离开现场 好在大家都平安无事 你好 我是宋岳明 想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 赶紧订阅按赞 开启小铃铛 锁定华世新闻YouTube频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